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开金本 上次第八十二页 八十二页 道苏第二行 从当中看起 简单一行持名 极得不退 此内 直指凡夫自行究竟成佛 若能地心 何许便利三成 久尽多皆 不愿一念 顿正菩提 其非大四 这一小段的意思 使彼之一大四应援 出现于世 佛在法华会上 说出这句话之后 过中解释都不相同 但是 换一句话 过中 有过中修舍的方法 由它 成佛的次第 可是 究竟来说 我们以最客观 究竟来说 确实无过于本经 为什么呢 这一步经修行的方法 就是叫你一心持名 这个问题 这个作品 就在一心两个字 那么我们现在持名 为什么 得不到受用 原因呢 就是我们持名 都是用的散乱心持名 不是用的一心 如果一心持名 没有不成就的 这一点 如果想真正自己要成就 要早一天成就 那你不能不注意 何以小的散乱心呢 你比如说我念佛了 我还想 我还想参参画头 还想念念咒 还想迟迟接 甚至还要看看别的经 听听一些佛修讲言 这心就乱了 这心就乱了 就不是一心了 我们看 我们看古来 许许多多的大德 他们的成就 他们的成就 一身修行 就是一部弥陀金 一句佛号 他在佛堂里 只供一尊阿弥陀佛 这没有第二尊佛像 他专义 金呢 就是一部弥陀金 不看第二本金 不看第二本金 这才叫一心痴明啊 我们今天房间一看的时候 那个佛经堆了一大堆 散乱性啊 散乱性啊 那不是一心啊 所以念佛念了十几年 念了几十年 连个消息都没有 不能说这个法门不灵啊 是你自己搞错了 你自己没有能把握这原则 所以现在修行成就的 说老实话 出家不如在家 年轻不如年纪大的人 那真的 那个年纪大的人啊 他什么都放下了 年岁老了 不求往生不行了 他经也不听了 也不看了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老老实实 一句阿弥陀佛 他就成功了 那么由此可知 真正成功啊 是在一心成名 是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 在一心成名 古大德 这个净读中有许多位祖师 一生讲经就讲一部经 就没头经 一生讲两三百遍 他第二部经都不讲 这个与他自己的修行呢 决定相应 他能成为一代祖师 不无道理在啊 所谓法门的殊胜 从哪里看 这就叫殊胜 那为什么没有人打仙叉 没有其他的这个知见 深透在里面 这个叫最为殊胜 最殊胜的心的清净 专义 无比的殊胜 这个道场殊胜 过去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 不在乎人多 在乎什么 专义 运营宫大师道场 只128个人 不算多 过过往生 为什么 他做到了砖 做到了椅 这叫做殊胜 今日道场 三个人 五个人 决定不算少 三五个人在一块共修 将来 各个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才是真正的庄严佛国度啊 所以 最忌讳的 就是乱心 乱心 修任何一个法门 都不能成就 果然 是夜心成名 那就跟经上讲的一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七日 就成就了 更历的 一天就成就了 更历的 夜当重的 是罪业深的 也不过七天 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 许许多多往生的公安 那都是我们的证明 确确实实 他往生 他做到了 经上讲 若一日到若七日 这个七天 不是假的 千真万确的 我们打个佛旗 进来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出去的时候 还是老样子 那什么 那你这个七天 都是散乱心痴明 所以没有用处 不得力 那么这讲修音 夜心痴明 这是修音 截得不退 这是讲果报 这果太殊胜 立刻就能正的 不退转 不退转 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 我们不能把它看清了 换一句话说 我们自己学佛 不是这一生 尤其是你能够遇到这个法云 那真是经上所讲的 多生多劫的 善跟福的因缘 你才能遇得到 那么既然是深深事实都修学了 可惜的我们功夫不得力 那就是常常推转 静静退退 这是不能成就 也就证明了 深深事实念佛了 都是用这三行念佛 世间明文立阳放不下 心散乱了 一会想这个会想那个 佛法里面 对于一切经论法门放不下 总想多听几部经 多看几部论 多去参学参学 说到参学 善才童子也参学 为什么我们不能参学呢 说个老实话 我们没有善才那个资格 你想想看 善才童子什么时候出去参学的 一念佛来说 他对礼仪行不乱的时候 才出去参学 所以他已经居足参学的条件 有了参学的本事 我们今天凭什么 人家去参学 人家去参学 他是一心 痴迷去参学的 绝对没有破坏他的一心 他有这个能力 我们今天一参学 心就乱了 所以没有办法接受外面的境界 一接受就乱了 一接受 这个心里面就期望 直达妄想 所以没有资格参学 而想效法菩萨外面参学 这是过失 所以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呢 一定要明了 古大的出去参学 都要大吃大悟 禅宗是大吃大悟以后 这个有资格参学 这个有资格参学 老师一定教你参学 不会留你的 那么在进途中里面 要真的理性不乱 这个有资格参学 但是进途中参学不多 为什么不多 因为他这一门 这个法门 是直接了当成无上道 他用不住参学 这也形式除 这个法门的殊胜 这个意思是讲 直直凡夫 是自信究竟成佛 这一句话出在华言经上 语言究竟上也说过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信 我自己能信 能信还是反复 如何能够恢复自己本来灭目呢 禅家常说的 父母未生前本来灭目 本来灭目是佛 怎么个恢复呢 就是一心痴迷 就用这个方法 就能够恢复 可是你要信得过 因为你自己没有自信心 所以你才动脑筋去参学 便利三成 究竟多吉 你要搞这一套 信不过吗 信不过吗 那就没法子了 可是你越是这样搞法了 对你自己 这个修学 时间上来讲 越是耽误了 没有那个专一的人 成就得快 成就得殊胜 因为智慧 是你本来具足的 般若智慧 是你本来具足的 不是外头来的 不是说我去念了大般若经 我般若智慧就开了 没这个道理 你要是善心念大般若经 你念上一般苹 你还是糊里糊涂的 那么经有没有用呢 有用 经是帮助你开悟的 它确实有用 要怎么样读呢 要以清净心去读诵 每一步经都是帮助你开悟的 所有法门里 你只能取一种 一才能悟 二就悟不了了 一心能悟 二心就不能悟了 你就仔细看看这个高僧传 那个居士传 你看看人家开悟 对一心的 就是一个法门里头 所获得的结果 他修很多法门 读很多经典 你看看他有没有悟出 没有 自古以来没有这个例子 但是古来大得了 他也有许多著作 也有许多经的著解 那是怎么回事呢 给主说了说 悟了以后的事情 悟了以后刚才说 你有资格参学了吧 你可以多看 可以多听 可以多接触 可以多讲 悟了以后的事情 像香菜童子 五十三餐 没有大缺大悟 没有资格参学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他在没有悟之前 决定是一门 悟了以后 这才开花结果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清净心 就如六祖所说 本来之足 能生万法 自信 就是清净心 就是一心 一心是真心 与佛最接近 与佛能够相应 散乱心是凡复心 与佛不相应 用散乱心 用散乱心 这才要精力多接 时间长了 用一心 那时间就短了 一日到七日 就能够成就 所以此地讲 一念顿正菩提 岂非也大肆 拿这个来解释 《法华经》里面 一大肆英文出现于诗 将这个开示物如佛之之间 那实在是 再好也不够了 就各种的说法的时候 也是最为殊胜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这个 演义里面呢 讲的念佛心 所说念佛心 入佛之间 在八十九面 在八十九面 第五行 八十九面第五行 这关于我们自己 现前的修学 非常重要 念佛心 即最初四离二尺之心 这个瓷铭 这个瓷铭 夜心瓷铭呢 有两种 不同的这个方式 一种呢 叫四瓷 一种叫李瓷 四瓷里头没有李瓷 理词里头有诗词 所以这一点各位必须要记住 有理必有诗 有诗未必有理 如果说有理没有诗 那会落空的 那个不是诗语 什么叫诗词呢 照着经上讲的这个方法 二六诗中志词名号 这句佛号不要叫它间断 这就叫诗词 所以一般就是像下根 根性比较烈的 不认识字的 也听不懂佛法 你叫他念阿弥陀佛 行他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念吧 你叫他你一听 念十万声 他就老老实实念十万声 你问你什么意思呢 不晓得 他不懂 念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到灵命中是佛真来接引他 注意可不要小看着这个四尺 四尺吃久了会开悟 为什么他一心 他心清静 没有忘念 所以念久了会开悟 会得定 这个叫四尺 所以四尺也能念到四叶心 并不比那个理词要差 不见得 那么什么叫理词呢 理是对于这个道理 净土法门的理论 这个方法境界完全通达 真正了解 唯心净土自信密度 他晓得这个道理 这是明理 念不念佛 也念 跟那个四尺的人一样的念 这个叫真正的理词 如果晓得 自信弥陀 唯心念土 念就是不念 不念就是念 我一听到不念 不念就是念 那就大错得错了 那么他的结果是 必定要落空 那是我去空了 那就是误会了 所以注意一定要记住 理词不理词词 词词不见得明理 要懂得这个道理 这两种方法 只要一心去做 都能够入伏之间 入伏之间是正空 所以底下讲 入伏之间 最后结光无上过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无上正等正求 这是讲圆满的佛之间 如果讲部分的佛之间 那么你从念佛念到理语 心不乱就入伏之间 所以说破一平无明 正一分法身 入一分佛之佛见 那是分阵 所以此地这个地方讲的 这是圆满 是圆满 无上正等正求 借此四理二持 是借从有念而起 这是讲年中 持明 都是从有念开始 所以这个法门 好处就在此地 这个理明不明了 没有关系 明了很好 不明了也行 这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 其他的法门 一定要心以明理 而后修行 他的过程是 性节行政 这个是一般法门 通通是 依照这个程序 这个法门 才不然 他可以不要节 他就有行 行后面就有节有正 或者我们可以讲他 行与节可以同时来 不分先后 其他的法门 先节后行 这八万四千法门 其他的法门 都是如此 这是净土上 特别容易 特别简单 道理 就在此地 可是你要记住 你要专 你要专一才行 你要不转移 没用处 说老实话 无论是顿根 或者是利根 真正要这一生当中 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没有别的 这个别的诀窍 没有 唯一一点 就是一心 我不看一切金 不是那个金不好 他会打现场 会叫我分心 我不听别的这些法师门讲经 不是说他讲得不好 我听了也会期望你 会打现场 换一句话说 破坏了自己的一心 我在讲习上也常说 古人讲 灵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天经怎么样 我是一个修念佛的 一心持明的 天天他讲讲禅 天天他讲讲迷 我的心也动了 我这个修道的心 被他破坏了 那么他讲经 他没叫你来听 是你自己去的 他没有破坏你的 你的道心 是你自己甘心情愿 到那里去 把你的道心给扰乱 那有什么话说呢 这是我们自己挫留 自己挫留 自己果然能够把握得住 不动心了 那个可以 什么道场都可以散许 就像香菜通子 五十三餐一样 自己没有这个把握 我们还会被外面境界所转 那你自己要当心 所以开始修学 都是从有念 念之既久 根臣自空 住念自乐 这是讲迷功夫得力乐 得力怎么样呢 得力是根臣自空 就是我们一般讲 你看破了 就是我们一般讲 住念自乐 就是放下了 你真正看破了 看破了怎么 你就不取向了 就不多向了 像金刚经常说 不取向 放下了 放下了 就不动心了 就如如不动了 这是功夫成就 念佛三昧心情 这个境界最低 也是四一心不乱 到这种功夫了 底下说 若佛渐渐不移 是活念佛之念 一佛陀罗 断入五心三昧 那么这个是 离心不乱的境界 功夫再往上提升一层 是金进不移 金进不移 要不要念了 要念 虽然是外部取向 内部动心 这一句佛号 还是继续不断 就像楞严经上 大师智菩萨一样 度射六根 净念相及 他念佛 那个佛号 一身一身相许 没有中断 二流十种 佛号不中断 虽然这个念佛之念 也没有了 也不执着了 可是佛号 还是念 这个时候的念 真正的是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无念而念 不是没有念 还是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深深不绝 那么既然念了 为什么又说无念呢 他的无念是讲他自己的境界 念是从形象上讲 形象上 确确实实 他是在念佛 佛号没有断 从他境界上来说呢 他的境界高了 真正入了三轮体空 你能念之心不可得 所念之福不可得 当中支持的名号 也不可得 到三轮体空 这是讲境界 这个广青老和尚 王三老 诸位要晓得 他是真正的王三 那么我听 有些同修说 报纸上登的消息 我还没看到 说他老人家临走之前 他说了两句话 说了一句 是不去不来也不去 又说了一句 是什么事也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啊 就是境界 就是三轮体空 这两句话的境界 是理性不乱的境界 怎么知道 他决定往生呢 注意一下 他是从禅 最后完全来修禁 自己念佛 开念佛堂 劝大家都念佛 有许多人 见过老法师 向老法师请教 老法师叫他 念阿弥陀佛 他自己 当然是个念佛人 念佛人 走得这么自在 决定往生 那没有话说 所以 我们自己 尤其是出家人 更要提高警觉 你现在在这一生当中 你还没死 可以招摇撞片 可以想一些花样 俗话说 和尚不作怪 居士不来拜 你可以大作奇怪 去骗骗信徒 可是到你最后这一招 你的马就全露出来了 你是真的是假的 骗不了人啊 最后这一招 不能骗人啊 大家会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你也是糊里糊涂就死掉了 准夺三土 准夺三土 在家同修修行 这个念佛自自在在往生 像广青老和尚一样的 这么自在往生的 我看到很多 出家人当中 我就看到这么一个 所以真的 这是出家人不如在家人 刚才说了 年轻人不如年老的人 年老的人正放下了 没有忘念了 什么法师讲经他不听了 他在家念佛要紧 不打现场 年轻人喜欢跑道场 喜欢到处去 去参修 参得一夜脑袋的 胡思乱想 邪知邪尽 所以不如年纪大的人 年纪大的人有成就 年轻的人很难有成就 你也问的是 听见是好思 有什么好啊 听见的目的 是叫你断依身心 我果然不疑惑了 我果然相信了 我要听他干什么吧 不要听了 回家老是念佛就好 你决定成就 这是主要记住的 下面讲的这几句话 这就是看智慧 得四一心之后 一定般若智慧 为什么呢 你看底下说 自然五应俱消 愿民发化了 愿是圆满 民是光明 就是般若智慧 发起来了 心情起作用了 正如《心经》里面所说 照见五应皆空 可是主要想的 那个般若智慧 是要从五心三昧里面 才能够心情 五心是真心 换一句话是 有心多受忘心 不管你有什么心 都叫忘心 你有心念佛 这个心还是个忘心 前面说了 我们是促学 促学的人 那都是要从有念而起 这就是从忘心 修心起 修到功夫成篇 还是忘心 还是有心 到私一心不乱 还是有心 要到礼仪先不乱了 才入了五心三昧 所以礼仪先不乱了 无心是无忘心 不是无真心 所以这个无心三昧 无心是无忘心 换一句话就 真心先前了 有了忘心 真心就不能先起 无忘心 真心就先起 真心里面 透露出来的 般若智慧 就能照见五蕴皆空 那么由此可知 大般若智慧 是自己本来居住的 不是外面来的 你要想修大般若 你一定要修清净心 今天有一个居士 问了我一个问题 说观音菩萨 念了一遍大悲咒 就顿超实地 大悲咒很灵 不能不念了 好 你念了多少遍呢 一天总念个十遍 念了也好几年了 你怎么样啊 超了实地没有啊 还是放肆 你为什么超越不了呢 因为你念的 跟观音菩萨念的不一样 不相同 不是音不同 不是调子不同 不是字不同 那些都同 用心不同 你用的什么心呢 你用的是个妄想心 不但是个妄想心 还是最大的一个烦恼心 你用的是贪心啊 我要赶快等十遍 我多念几遍 我就会等十遍了 你看 你是贪心去念啊 佛法都是断贪心吃的 你用贪心吃来修学 就增长贪心吃 你怎么能成功呢 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 观音菩萨一遍大悲之后念出来 把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念出来了 所以才能够顿超实地 我们念上一万遍 都是自私自利 那有什么用出来 没有用啊 主要想的 大悲咒是讲的 大悲心 大悲心不能献情 大悲咒也白念了 可见得如何用心 这是修行人的关键 向下这段文呢 就讲它的作用了 如是乃超 设心 设注设行 是回向四家行星 菩萨所行 金刚十地 等就圆明 这个真真了不起 这个 利益于四十 主要晓得 千经万论都差不多 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这种说法 修行的位置呢 一定要经过这个 是行是诸 是行是回向 四家行是地嘛 你才能成佛吗 一下就超过了 哪有这种事情呢 不可能的呀 不可能的呀 只有这个法门 特别 今天 有许许多多人说 还有人自称的呀 他已经开悟了 已经正到虚拓环了 正到俄罗汉了 什么正到菩萨 你把这一段念了之后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就真的等着你还不如我了 我已经超过了 千万不要被别人偏了 这个法门的确 在现前的时候 的确是没有超越 你是凡 如果你一往生 就超越了 不管你往生 是哪一种品位 即使是凡圣同居土 下平下身 那经上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 云阵伸不退 我常常提醒同修 你要注意那个语言字 为什么呢 语言正三不退 是等觉菩萨 他是真正超越了 是心是诸 是心是慧 像是家心 金刚是地 他真超越了 如果讲三不退 三不退是 在原教里面讲的是施主菩萨 才真的三不退 在别教里头讲了 要出地以上 才真的三不退 可是不圆满 圆满了 等觉才圆满 这个等觉要 语言教的等觉 别教的等觉不行 别教的佛也不行 要语言教的等觉 才能够说是 语言正三不退 这个是净土殊胜 不可思议 所以任何一个人往生 只要真正往生 我们就可以说 他就成佛了 这是成佛的大道 成佛的寂静 如雨如来 妙装也海 这跟楞严经上讲法完全一样 圆满菩提 贵物所得 这个两句话 也是引用的楞严经 你的真如本心 提向作用 完全行露出来了 是为之入佛之间 这一段给我们解释的入佛之间 它解的非常非常的圆满 是一种入圆满佛的知己 我们从上面这一段读下来之后 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在一生当中 能够遇到这样的法门 这是应该值得庆幸的 遇到这个法门之后 如果不能够一心受持 那真是当面错过 太可惜了 如果主要说 我现在年纪还很轻 我可以多学一点 多看一点 多听一点 到我年老的时候 我才来转门 转高 这不也很好吗 是的 也不错 我告诉主要 我就是这样搞下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 什么也看 大藏经一步还不够啊 你看我自己收藏的大藏经 就一七八步之多 现在送到国外的时候 我送了五步到国外去了 也就是要剥虚恶都很 可是我看你们这个年轻人 走我这个路子 我就觉得非常惋惜 为什么呢 我今天是后悔莫及 如果当年真有个好老师了 指点我 不过说老实话 那个时候也很万顾 要真正叫我修一门 也许我不甘心 我不肯干了 那个时候我要就是一门深入 给主说 我今天呢 纵然不能到礼业心不乱了 思业心不乱决定真的 这就是事是可以的 王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自由自在 喜欢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喜欢在这个世界再住几年就住几年 真能做得到啊 而是把大好光影浪费在这些经典的这个里面 太高兴了 我是把我自己这个经验 自己这个错误 说出来跟诸位做参考 你们要愿意走我那个老路子 那后该没话说 你们要肯听我的话 那你们的成就不可思议啊 那是远远在我之上 你们走我的老路子 那你决定赶不上我 你要给我 路在我后面 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距离 你没有办法超远 再继续看 这个下面这个珠节 这个苏超了 我们前面都念过了 现在再来看这段柱子 这个柱子补充前面所讲这个意思之不足 本于度身成佛者 这是解释哈 上册八十二面第五行 第五行 末后的两个字 本于度度众生 习皆疼佛 就是解释这一句 说法华语 佛自主大臣 如其所得法定辉立状也 以此度众生 若以笑成化乃至于一人 我则度坚贪 此事为不可 那么这是引用法华经的一段经文 说明师尊厨师的崩坏 也就是他的本约 佛自主大臣 要是说穿了 究竟圆满的大臣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晓得的呢 佛在华语经上告诉我们的 华语经 如果我们说华语经是究竟圆满的大臣法 你相不相信 当然相信 没有话说的 华语经是佛法的根本法论 一切经皆是华语訣 华语是究竟圆满的大臣法 可是这个大臣法到最后 由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够极乐 那么极乐世界不是究竟圆满的大臣 是什么呢 由此可知 佛讲弥陀经 劝大家念佛直接了当求神进途 这是真正的成佛崩坏 可是怎么样 众生不相信吗 成佛哪有这么简单 一切阿弥陀佛就成佛了 你不相信 你信不过 信不过怎么办呢 那就不得已了 再拐弯抹掘吧 你喜欢绕圈子就让你斗圈吧 这是没法子的事 不得已的事情 首先说出佛自己度众生的本愿 那么这个几句话呢 可以说完全说的是华严法会 释迦摩尼佛实现成道 二七日中 唯四十一位法神大司 讲大方广佛华严经 就是这个意思 就这几句 如其所得法 华严经上完完全全讲佛自己所得的法 定会业业业 一次度众生 这是五十说法里的华严实 如果说是佛要真的一笑成法 仁天法来教法众生 那佛对不起众生 所以佛自己讲 若一笑成法乃至于一人 就是一切中一个人 我用笑成法来教他 那都对不起 那佛都做了艰难 此事会不可 佛决定不会做这个事情 那么由此可止 所谓人尘 天尘 生文 圆觉 菩萨 都是方便法 法法会上才给我们说出来 唯有一成法 五二也五三 诸佛方便说 是佛方便说的 真实法就是一成法了 那么我再告诉主 什么叫一成法呢 念着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成法 几个人明了啊 几个人肯相信啊 他真的能听懂了 真的能相信了 这个人有大福报 这个人不可思议啊 为什么呢 这个人一生要做福 一生要成就 当然不可思议 天安门下呢 不得已 这群属三成者 这个地方通通引发华金 语言文了 说明 发华云 我所得智慧 我所得智慧未妙最低 众生诸根顿 云和而可渡 佛将那个大家不相信 怀疑 怀疑 甚至排斥 毁报 佛不愿意 要众生造罪业 那怎么办呢 好了 把一成法收起来 这不得已啊 再应激而受 你喜欢人臣 给你说人臣 喜欢天臣 给你说天臣 喜欢圣文 给你说圣文 喜欢研究 给你说研究 这是不得已 所谓是 委屈求全 善巧方便 这才有所谓的三成五成 这是众生根一性盾 那么佛说这个 他也有利可圆 故佛教化众生 用这种方便法 所以训练 故去佛 塑形方便利 说无尽所得到 一应说三成 这就是 这就是讲 这个是 华严以后 这种方便 暂时 把真实法 放在一边 以圣桥方便 来接引大众 可是到法华会上呢 这个终生更新成熟了 既然成熟了 换句话说 他这个有相当聪明智慧 也有很大的雄心毅力 这个时候应当要开全现实 要说真实法了 后知技术会归业者 这是讲这个 佛一生的教化到末期的时候 学生成熟了 再给他说一成法 这个法华人 受风 佛土中 唯一有一成法 五二一五三 除佛方便说 这把真实话说出来了 二成是大成与小成 三成呢 就是这个这个 声闻原觉菩萨 如果说五成呢 再加上人天 这些通通叫方便说 唯一此一四十 余二则非正 跟你讲大成小成都不是真的 唯一有一佛成 这是真实的 终不以孝尘 嫉妒于众生 这是佛教化众生的最高原则 佛也真正对得起一切众生 第一下一段讲 方愁本意这 这些诸位都要和前面的来看 那么 这个意思也是法华经常说的 我本立是愿 与另一切众 如我等无益 如我习所愿 尽这已满足 佛希望我们跟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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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呢 说老实话 应该谦虚的时候 不谦虚 不应该谦虚的时候 太谦虚了 你看看 现在对释迦牟尼佛应当不要谦虚 你又太谦虚了 哎呀我啊 我只要下屏下身就好了 我怎么敢跟佛相比啊 太谦虚了 颠倒了 真正就颠倒了 佛希望你跟他一样 不要太可惜了 这才是佛的本意 如何叫你快速的能跟他一样呢 给主说 唯有往生西方净土 这一往生呢 虽然不是真正你就成佛了 可是你已经与佛差不多了 为什么 圆正三不退嘛 所以他那个境界不可思议 你要说他佛吧 他不是 他是凡夫 他是代业往生的 你要说他凡夫吧 他圆正三不退 圆正三不退的地位是等救菩萨 他又不是等救菩萨 他又不能算凡夫 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是西方世界的殊胜处 所以这一部经 社方三是一切祝福之所赞叹 道理就在此地 这种境界是社方三是一切祝福世界里面所没有的 唯独 唯独 阿弥陀佛这个世界 唯独 所以这一部经 我们可以肯定 是社方三是一切祝福 是社方三是一切祝福之所共同弘扬的 而且在弘扬当中 这是最重要的一部经 最殊胜的一个法门 换句话说 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补助的法门 辅助他的 帮助他的 这个法门才是真正的主法门 或者今天有几个人能够认识这部经 能够了解这个四世的真相 他真明白了 他就死心塌地 一句佛号念下去了 真正明白了 什么都不要了 你看什么经 就是一部经够了 不要再找第二部了 修什么法门呢 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所以古大的一天是万圣佛号 他也不念经 他也不念舟 他就是二六十中 十万圣佛号不间断 这就是他的扩松 天天如是 上聘上僧 那是对于这个法门 真正认识的人 他才能做得到 正所谓是 为上知愈下愈悲 上知的全部透彻了 他死心塌地了 一句佛号念到底了 下愈的人呢 就刚才讲的 他不认识死 他没念过书 什么事情也不晓得 什么事情也不晓得 你跟他讲 他也听不懂 所以他一句阿弥陀佛号念念到底 一天十万圣佛号 他做得到 他说这个好办 为什么不要用脑筋 他能成功 上知之人容易成功 下愈之人也容易成功 最难办的就是 当中的半吊子 难办 说上也不上 说下也不下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中中发门 前身不一致 这就是佛为当中啊 这一类人说的 这是最麻烦的一些人 最难度的人 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 刚强难化了 这就是中等更新的人 刚强难化 上至于下愈 中学很好做法 佛不操心 那是佛的好学生 是最麻烦的 就是中等更新的人 说如阿罕保证 放等谈何 薄弱淘汰 这是佛教学的三个过程 阿罕可以说是佛教的小学 就是小乘法 声闻原觉 都是根据阿罕的经论 阿罕也是有三藏 就是小乘的三藏 特别经论论 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 你能够断三藏 大舌霸亭建核 就正小乘的粗口 这个时候就保证你不读三花灶 这保证意思是在这说的 同时呢又有一个保证 从此以后啊 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啊 正摩罗汉谷 那么也许主要问了 如果到第七世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没有佛怎么办呢 没有佛也不要等第八世 没有佛的时候自己能证口 那叫毒酒 是原觉的一种 如果遇到佛了 可能是证神闻 证这个摩罗汉 没有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 就证辟之佛 辟之佛叫毒酒 自己就要开悟 而证果的 所以说这是保证 决定不要到第八世 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 所以说双重保证 第一个保证的 不得三不得 第二个保证是 七次翻天上人间 七次往来 一定证果 那就超越三界了 到方等的时候啊 这时佛就呵斥了 这些修小城的人 发菩提心 回小想大 所以佛和吃这个小城过罗汉 批之佛叫哑拜重 没出息 小修毕业了 他就满足了 他不再想念书了 这很可惜 应当鼓励他就念中修 要鼓励他身修 就是阿含等于小学毕业 摩罗汉的批之佛 在佛法里等于小学毕业 没有开智慧 没有减心 这个戒定会里面 他只得戒与定 他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一般讲呢 他所成就的 是九次的定 因为前面的八定 都是在世界 没有超越世界 叫做世间禅定 就是四禅与四空 叫世间禅定 那么第九定呢 超越了 超越三界了 超出生死轮回 这是阿罗汉与批之佛 但是没有进行 那么这个境界 跟我们念佛人来讲呢 如果就单讲断烦恼 从这方面来说 跟四一心不乱的境界 完全相同 因为阿罗汉与批之佛 已经断戒死烦恼了 断戒口 而四一心不乱的人 也断戒口 也断戒口 可是诸佛也晓得 念佛人呢 在这一方面 跟批之佛 阿罗汉是平等的 等齐的 其他的方面 比他高的太多太多了 无论在智慧上 在功德上 绝对不是阿罗汉 批之佛所能够相比的 高的太多了 所以在方等时候 佛特别的 呵斥小成人 鼓励修学大臣 那么在第三个阶段 就是般若时候 太多了 如果要算法 算华言呢 那么这就是第四个世纪 般若淘汰 淘汰 是不是像学校 把学生都淘汰掉了 不是的 是淘汰自己的分别之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方等教学当中 确确实实 讲许多经 你会有许许多多的分别之处 怕你死在明相里面 怕你执着在这个境界里的不肯 是也奇调 所以般若淘汰 是淘汰自己一切妄想分别之处 般若讲空吧 那么最著名的 就是《大般若经》里面的 《金刚般若》 这一份 我们现在读的《金刚经》 是六部卷《大般若》里面的一卷 特别提出来 单独流通 把我们的凡情淘汰进 那么这是讲一个修学的过程 凡情淘汰进 那就可以入一城了 所以到法华会上开权心识 入佛之间 这是有这么一个经历 说 何须便利三层的 这叫你要是一心吃灵 用不住搞这一套 这一套相当辛苦 地区 地区要耽误很多很多的时间 耽误很多的时间 要费不少的精神 去修修 如果 如果你真正能够信得过 这就是 解释前面说 若能低信 何须便利三层 你直接聊到 就修一城法了吧 不必绕这个圈子 不必找这些麻烦 所以我现在 是完全觉悟了 明白了 所以我什么经典都不要了 你们拿一个爱 拿过去拿去 我不要了 我已经从上当了 你们去上当 你们去搞一次 我不再上当了 我跟诸位说的 我现在的是 我印金 我印金只印三步金 有钱就多印 印得越多越好 永无止境地去印 一步就是 这个《弥陶经》 《苏朝引译》 我现在要找几个同修帮忙 把这两个本子 绘在一起 看得很方便 其实两个本子 对道看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要印绘本 把两个合起来的手 把这注解绘合在一块 重新拍板 重新做个板 这个对于我们修净土的人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印这个书 除这个之外 我印西方工具 西方工具 也是我花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我想找几种书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念佛的人 一照这本书的时候就行了 一生照这个书去修修了 决定能够往生 挑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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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悬了五年才悬成这四样东西 四样东西定在一起 第一种就是弥陶金要结讲义 第二种西方确实 第三西方工具 第四圣门发解录 我把这四样东西核定成一次 这是一个定本 可以大量的翻译流动 除这个之外 还有一本就是华严经 华严经太大了 我也不敢搞了 我现在只搞里头的一本 就是《普玄菩萨行愿品》 《行愿品》有四十卷 四十卷我只取最后一卷 清梁大师特别把这一卷提出来别行 他的弟子 就是他的土地 宗密大师又给他做了个注册 就是《别行苏朝》 就是最后这一卷的注册 注得非常详细 所以我印经就是三本 《别行苏朝》 这个《演艺绘本》 西方工具 其他的书我不印了 现在印经的人很多 让给他们去印去 我不干这个事情 那么我印这个三中经 讲这个三中经 自己修行也照这个三部书 其他的都不要了 为什么呢? 再不转移 恐怕我将来往生也会露出马绝出来 那就很难为情了 是吧? 我希望我将来往生在讲台上 因为我一生讲经 到往生的时候 讲完经了 大家念佛 我跟诸位告家 我往生西方世界去了 这个都自在了 在讲台上走 古人有的 有几位将军法师在讲台上走 我将来希望在讲台上走 所以现在一心一意要搞 要搞这个事情了 其他事情都是小事 鸡毛蒜皮 谁爱去搞谁去搞去 我不干那个傻事 傻事 傻事不能再干了 要干真事了 所以一定要专 一定要依 那么将来我要是在国外 诸位同修你们要记住 如果你们功夫不间断 继续努力的时候 大家一样来 一三五照常来 来跟念经 念这个诸诫 大家在一起 我们敲着墨语敲着眼前 跟他一起念 那个功德也非常的殊胜 你念的书 你听我讲的时候 感受不一样 你一个人在家里 未必肯念 也许家的人打闲茶 你不如到这个地方来念 所以我们的功夫的时候 决定不要间断 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也会开悟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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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